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乐好心情 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 今天来跟好朋友分享生活话题 现代人重视健康 都怕喝到太多的甜食饮料 所以越来越喜欢挑选植物成分为主的食品 那其中呢豆浆就是历久不衰的饮品 很适合首领的大哥大忌养生日常使用 那小朋友爱喝饮料的话呢 爸爸妈妈也能够用豆浆替换给小朋友喝 那这个看似频繁的豆浆 还真的是我们生活中的好朋友 那怎么样能够喝到健康好味道的豆浆呢 那好朋友你知道吗 现在豆浆的制作过程更严谨 更高标准 跟我们过去在这个传统市场看到一锅炉煮开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乐乐今天就为大家采访到豆浆领域的制作达人 也是年轻世代的创业家 优格先生的创业人生品牌创办人潘奇君 他来跟我们分享豆浆种种的奥秘 接下来就请好朋友来收听我们的采访 乐乐今天来采访 优格先生的创办人潘奇君 请奇君跟大家问好 好乐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奇君你刚刚听到我讲 就是豆浆是我们生活中的好朋友 那想说请您跟大家分享 就是您怎么样走入这个豆浆制作的这个领域呢 豆制品的领域 其实我一个理念就是 我希望做出一个产品是 普遍性最高的大家都能吃的一个产品 我一开始其实是做医疗器材的 我在医疗器材界做了14年 我就只做这么一个工作 就是在医疗器材界 那因为在医疗器材的制造过程之中呢 我在后面两年 我想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医疗器材到底是要让人家健康呢 还是要让人家来买你的医疗器材 在台湾普遍性来讲 都是可能身体上有一些状况了 才会去想到说 我要买个医疗器材 例如血压剂 我血压高了 才会去买医疗器材来做一个算是健康管理 那我们在这个做医疗器材的过程中 其实公司也很好 让我们去上很多的健康的一些课程 那在课程过程中呢 那些老师就会提到说 其实吃才是一个健康的根本 病虫口入嘛 所以吃东西很重要 吃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 对那他当中其实有提到说 如果可以把肠胃道照顾好 那你的健康其实就有一定的及格分数 对那他就提到比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像是吃益生菌这一块 益生菌这一块呢 我就想到说 什么样的产品 什么样的食物上面会有益生菌 所以我想到优格 优格如果是牛奶的 可能有一些人就没有办法吃 像我自己有乳糖不耐症 很多人有 对那我自己吃了会拉肚子 那我就是想到那豆浆应该也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的第一个算是我的转行的创业产品 就是豆浆优格 所以这就是你优格先生的名字的来源吗 是是是 所以你是用豆浆结合优格这样子 豆制品这一块其实我觉得除了优格之外 它对一般就是现在所有人的健康 就是像减糖降低热量这一块 我觉得豆制品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像现在很多面粉类的东西 我都想用用豆浆或者是豆渣去做一个取代 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增加一些营养价值 然后膳食纤维呢 它就又可以降低一些糖类的摄取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呢 不只是做了豆浆优格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甜点类的东西 烘焙类的东西 把这些本来大家经常吃到的 例如蛋卷类的好了 它是一个大家会觉得热量高的甜点 那如果我们用一些豆制品去做取代的话 对它就可以降低一些热量 让大家在吃的高兴的过程之中呢 它又可以降低一些罪恶感 真的降低一些罪恶感 所以你是从豆制品的理念开始发想 然后把它融到一些生活常见的食品当中 是是是是是 我希望这个食品是大家不要真的是变成病虫口入 第一关我们就吃比较健康的东西 对我们就是先从吃上面做把关这样子 那你决定从豆制品出发 这样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去把第一个产品给做出来呢 我像第一个产品就是豆浆优格嘛 我大概是市面上的豆浆都用过了 所以你要自己做豆浆优格之前 你应该吃面上的豆浆都用过了 都吃过了 一种豆浆我大概要做16次 要做16次 因为它的发酵的时间啊 它的一些菌种的调配啊 适不适合啊 或者是有一些些的调味的部分 我都会去做测试 大概花了至少超过半年的时间 所以你的第一支产品研发就超过半年 半年时间做了上百次 觉得快两百次 那你有没有自己吃豆浆试吃的时候吃到怕 我再也不要看到豆浆了 会吃到怕 但是吃到最后的成品 自己是满意的 就会很有成就感 对 所以第一支产品历经了半年的尝试 历经半年的时间 之后豆浆优格出来了 总算是把整个豆浆的选定啊 还有它菌种的选定 还有我们这个工厂的一些设置 我们都把它确定下来这样子 OK 那你在第一支产品创出来的时候 你是还在员工做吗 还是已经开始专心的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原来的公司了 所以你整个半年就完全好好的想 烈倒灵优格要怎么做 对 我是想让自己沉浸一下这样子 所以你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孵化你的第一个产品 豆浆优格 是的 那你自己也是请亲朋好友 共同来试吃这个口感吗 有有一开始 一定会请亲朋好友来帮我试吃 OK 所以这个半年后 第一个确认的产品 是自己觉得OK 你自己觉得亲朋好友 给你的回馈也是OK的 在这半年中 其实历经了 可能有三个阶段以上的调配 所以也蛮辛苦的 亲朋好友陪着我一起吃豆浆优格 不过还好你研发的是豆浆产品 不是榴莲类的产品 对对对 这倒是 大家吃着健康就好 真的吃着为大家好 OK 好朋友 我们今天来采访 优格先生品牌的创办人 潘奇俊 他来跟我们分享 豆浆优格 整个创办的过程 那我们先在这里中场休息 待会再继续请他来分享 好朋友 我们今天现场来采访 优格先生品牌的创办人潘奇俊 他来跟我们分享 豆浆优格这个领域的创业 奇俊我想请问您 豆浆是很健康的产品 但是呢 它也是非常大众化 大众化到就是很多人在网路上买个豆浆机 他回家也可以自己做 所以大家嘴巴是都会很挑的 再加上现在食安的风暴之后 大家对食安的品质其实都很要求 那你虽然做了健康的产品 但是我相信挑战一定也很高 你要怎么样收服消费者的味蕾呢 怎么样研发跟好朋友分享 这个选豆啊 这些过程 我觉得我们选豆的过程 跟挑咖啡是一样的 像咖啡它有单品豆 对 那它也有一些混豆嘛 对 那我们的选豆也是一样 我们是用单一品种的黄豆来制作 我觉得单一品种的黄豆 它其实口感跟口味上面是比较好控制的 那我们也特别去设计了 它的做豆浆优格的一个浓度 因为浓度够高 它的营养价值才会更高一些 在生产豆浆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各位说一个小秘密 我们煮了两次 因为一般人会认为说煮豆浆的过程中 冒泡可能就熟了 像煮开水一样 其实冒泡它才80度而已 所以它并没有完全熟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喝豆浆说会脏气 会拉肚子 煮不熟就会这样子 煮不熟 它就是煮不熟 所以我们还煮了两次 那在煮完之后呢 我们还闷了一下 所以保证它是熟的 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的客户都能喝得安心 那我也带听众朋友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刚刚您讲的是单一品种 那现在大家都很重视飞机感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也特别重视品种这一块吗 飞机感其实现在是基本的要求的 像我们因为我们的工厂店面 算是半开放式的 你每天早上经过都可以看到我们在生产 所以我们的用料啊 整个生产过程 其实是大家都看得见的 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这一点 好那刚刚您在讲说这个煮的方式 你们煮了两道 还要加上一道焖的工序 所以这个工序如果缺一包都不行 就是味道就是不到位 对味道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般人自己在家里觉得 好像滚了很久 这样是OK的 我们自己吃OK 可是你们这样卖给消费者的时候 其实是吃得出来 消费者其实他很好的回馈就是他本来会脏气的 喝了我们的脏气的问题几乎就没有了 所以煮到位 刚户搞真的就是会有正面的回馈 对对对对 而且很多的客人反馈就是我们的豆浆虽然没有加糖 但是它有一点点的甜味 应该就是豆子天然的味道 对我们把它的整个成分都煮出来了 其实是让大家喝到原味 它没有一些杂味在里面 所以连很多人喝豆浆也怕说豆腥味 这件事情也都克服了 是都克服了 那我顺便有一个疑问想问 就是说你们煮的过程是很用心 可是因为台湾的气候其实潮湿 要么就很热又很闷热 那这个天气各方面的变化 会不会影响你们在煮出来的时候 这个豆浆的风味 那你们怎么去控制这个品质 其实我们煮豆浆的环境 它是在一个算是比较半密闭式的一个工厂里面 那当然我们在煮豆浆的过程中 所有的食材 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面去做的 所以相对的 它被受到外面环境影响的因素就会少 很多很多几乎就没有碰到了 对所以我们的环境是有控制的 然后我们的生产设备是有控制的 所以品质上面就是稳定的 我们在做完之后像它的浓度 我们就用设备来看 确定它的浓度是有到位的 那当然吃这件事情 我们用自己的嘴巴先过自己这一关 再卖给消费者 这没问题 我为什么会这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过去我们在传统市场买豆浆 可能就是要看它一大锅 然后它那个底下炉火就一直烧 我们已经很习惯这样子了 那我们也那个印象在脑海里也很深刻 就感觉就是它如果一直开 有一直煮 那就是一直熟 好像东西自然而然就会熟了 但是今天因为你是走这种工厂管理的 比较严格的 那变成那个步骤比传统市场 其实更要花时间去照顾管理 那个管理的成本 能力其实是更多的 而且每一道流程是不能省的 对对对 因为其实说豆浆一直滚就好喝吗 除非豆浆如果我们用手工去做的话 它其实是要一直做搅拌的 因为蛋白质很容易焦嘛 是 所以有些人会喝到可能 在市场的豆浆有点焦味 对 所以会觉得 这个是传统的味道 其实是因为做工 在生产的过程之中 它可能整个流程没有控管好 所以出现了这些焦味 那我们的就不会有 有没有消费者回馈说 他在那种传统市场买 一直煮的大小的豆 跟你们家的豆浆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这样的比较的回馈呢 其实最大的不同在于 你买一杯豆浆回去 你放了半天之后 它好像就凝固了 对 这个叫做因为它的含菌量较高 那我们的豆浆 因为我们一煮好 就把它装到罐子里面 把它密封起来 所以它已经不接触空气了 所以你在可能两个小时 或者半天 只要不是太热的一个环境 不是汽车里面那种几十度的 其实你会发现它还是好的 然后概念上就是 因为我们的菌数少了 它就不会好像放一下子 就凝固了这样子 这都是因为 整个生产环境 控制的档的关系 那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说 因为企业经营 就是会希望能够控制成本 对不对 这个是所有各行各业 都希望能够管控成本 可是我也要老实问 就是说 因为像传统的组法 火燃了 就不用顾了 可是你这个要顾很多时间 可是这件事情 你还是要坚持这么做 对 其实我们因为是用设备 像一般菜市场 可能它的容量就比较小 那生产当然就是要 比较大的设备去做 花一样的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生产更多的豆浆 那相对的呢 我们的职坚成本 也会降低一些 所以这个可以跟一般的 像菜市场首做的那种 会有一些区隔在 是 也就是说因为消费者 在过去的生活经验 就很容易买到 对 那现在我们要走的是 精致化的豆浆 更精致化一些的 势必你们一定有一些 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制成的管理 你们更严谨 更严谨 像我们你说煮豆浆很容易吗 其实我们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做清洁这件事情 哦 我觉得清洁非常重要 就是等于是你的食材含菌量有多少 像我们事前都要用废水去煮过 所有可以碰得到食材的锅碗 瓢盆类的东西 然后事后呢 不只是清洗 我们还是全部在用高温 去蒸着烫过 就保证是消毒杀菌的啦 消费者在这方面 他可以安心的享用这个品质 对 像如果来我们生产的环境里面 你不会闻到一些臭油味啊 那些味道 其实环境说明了一切 我们是维持的很干净的 那好朋友乐乐为什么要访问优格先生呢 其实也是因为乐乐发现 优格先生他非常的年轻 就是年轻人从事这个传产 我们食品的创新 那因为我们过去从小到大 我们这些生活食品 在我们眼中可能就是有个店面 有个摊位就开始煮了 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的模式很久了 可是台湾人这个食安的要求是更高的 对健康的要求也更高 所以我们要把食品给精致化 那年轻人投入这样的产业 他必定要做出跟传统那种 在汤位看到的不一样 所以他在制造过程当中 那个钢其实是很细很细的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 就煮煮就好了 我们把它系统化 它系统化 而且我们为了品质 我们是接到单材生产的 我们希望让消费者可以喝到最新鲜的口感 所以乐乐今天特别问他这么多 这个制成的问题 就是希望让听众好朋友可以知道说 食品这么传统的产业创新 其实他的功夫是要做到位 不然消费者是吃不到好的口感的豆浆 是是是跟口感绝对是有差别的 所以消费者如果能够吃到好的口感 然后又吃到健康的东西 这都是中间过程的功夫 对每一步每一步都要很注意 好那我们节目在这里线中场休息 待会继续请优格先生来跟我们分享食谱 好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采访到优格先生品牌的 创办人潘奇君 他来跟我们分享豆浆优格这个领域的创业 那也跟我们大家分享到 原来好喝的豆浆是要很搞刚 有很多的工序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奇君来跟好朋友们分享 豆浆可以做出哪些的食谱 你们尝试跟哪些东西做结合 或者是你们怎么让更多的消费者 接触到你们的豆浆品牌 谢谢乐乐主持 像我们的工厂算是一个小型的观光工厂 那我们会在大家户外教学的时候 其实可以来我们工厂看一下 所以你们对你们的品质非常的有信心 让人家看的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安心跟放心的理念 所以其实附近的学校都有来看过我们的生产的过程了 那像小朋友来看就觉得哇 吃过豆腐不知道豆腐怎么做 对不对 吃过豆花又不知道豆花怎么做 对对 那在我们的整个的过程之中 你都可以看到 而且回去的时候都还可以拿一些伴手礼回去 有吃到的 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我们的观光工厂之外 我们也还有对外的亲子课程跟营养师配合亲子课程 还有到我们的其他企业去办一些企业健康下午茶的DIY活动 这个亲子的课程会有哪些内容呢 像我们夏天的话会教大家做优格冰棒 哇 对像优格它本身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嘛 对不对 那一般的冰棒可能就是甜度很高 对不对 热量很高 然后妈妈可能不太让小孩子吃 对然后或者是小孩吃了之后妈妈会发飙 发飙对不对 对因为大家会把冰棒这个东西可能当成叫做垃圾食物 如果妈妈比较严格的话 但是我们会让小朋友呢 用优格加上一些自己煮的果酱 去做一些搅拌类 就先把它搅拌起来 然后我们会用一个可爱的模型 让大家去玩把它装成像猫猫狗狗的外形啊 让小朋友在整个过程之中呢 觉得很有趣 而且做完之后 你吃到的那些优格的冰棒 它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的 所以吃起来又很健康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符合小朋友儿童的健康啦 对对对 那妈妈应该就很安心了 对对 那这样你们的活动的话应该都很热闹很欢乐吧 都很欢乐啊 就准备一些锅碗瓢盆 让小朋友自己去DIY这样子 OK那小朋友会不会现场打翻一些什么东西啊 小朋友倒还好因为我们要求可能就是小学生 小学生 我觉得小学生以上比较好控制啦 对 我很好奇问一下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其实都蛮幸福的在家里就是大家都帮他煮的 好好好就要扶着吃就好了嘛 对对对对 那这个小朋友到了你们的课程之后 教室有没有掀掉啊 教室有没有掀掉啊 小朋友其实蛮蛮可爱的 他会一直问问题 一直问问题 小朋友真的好喜欢问问题 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 那这样子做会怎么样啊 他会把一个问题一直延续 打破砂锅问到底 对他会这样子问 那他们做出来的口味 对你自己吃过是觉得OK吗 可以喝吗 其实他们可能只有动动手搅拌一下而已 如果真的要做一些口味上的调配的话 我们会请妈妈协助 或者是我们就自己下去做协助了 OK 对那所以小朋友基本上就是只要有让他动到手 动到手 对这件事情他就很开心了 我觉得是让小朋友有一个成就感 嗯哼 他可能做到最后吃不吃可能还是其次 我们都会跟他说 如果例如你做的是提拉米苏蛋糕 你就说你把这个蛋糕拿回去给你的爸爸吃 说送给他的 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气氛味比较好一点 嗯哼哼 就爸爸来讲可能好不好吃都是其次 对不对 是小朋友自己做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重点啦 嗯哼哼哼 所以很多小朋友 有没有本来他来在白天的时候 是很不开心的 学校有些事情 然后上完这个DIY课程之后就 哇笑容都开了 对因为他们可以自己拿到 自己做的东西 这个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高兴的 很开心的事情 哇 那我们也会去一些企业做健康下午茶 哦 像上班族很喜欢吃的是什么甜点类的东西 对不对 嗯 那我们会特别去教一个叫做提拉米苏 嗯哼 提拉米苏一般都可能是用奶油啊 或者是高热量的食材去做的 是 那我们一样我们用我们的优格再加上一些蛋糕 嗯 我们把它混在一起 嗯 这样整个提拉米苏本来是高热量的 但是我们把它降低热量可能不到一半的热量 那吃起来的口感其实还是很滑顺的 它就是提拉米苏的口感 嗯 这个就是健康下午茶的一个做法 我来为一般的社会成年上班族争取一下福利 你们有亲子班又有企业班 对 那不是每一家企业都可以进去学DIY吗 那你们有没有开放一些成人的课程啊之类的 嗯嗯嗯 我们以前有办过 因为我们自己有店面嘛 是 我们会招生 只要有六个人以上 嗯 我们都可以愿意开课 嗯 那在开课过程中其实不只是吃而已 我们可能会请营养师健康管理师 先来帮大家上一些健康的课程 介绍一下食材 然后后面呢 才接着做DIY这件事 所以在这边的过程中 你可以学到 吃到 又可以拿到 非常的丰富 非常丰富 你们的课程不只亲子企业 其实还有对成人只要六个人以上 六个人以上 就可以开班 对对对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课程来推广 怎么选择好的食材 吃好的东西 那现在台湾踏入了这个高龄化的社会 应该很多这个中高龄以上的朋友来参加这样的课程 中高龄以上的话反而比较少 我们现在还是针对就是上班族 就是妈妈 妈妈 针对妈妈 因为他会比较喜欢带小孩子一起来 所以亲子还是占大 亲子还是占大部分 对 好 那透过DIY的这个课程 跟亲子跟企业跟成人 跟消费大众做连结 那如果有更多好朋友想要了解你们的品牌的话 他怎么样可以在网路上找到你们 我们有那个经营我们的粉丝团 叫做优格先生的创业人生 那我们还有合作的店家呢 叫做林家豆公方 所以好朋友如果对于你们的豆浆品牌 还有兴趣就是搜寻优格先生的创业人生 跟你们做联系 是 是的 是的 那好朋友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优格先生品牌的创办人潘其军 谢谢 其军来跟我们分享豆浆优格的创办的过程 也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好的工序工法 真的可以煮出健康又好喝的豆浆 是 是 那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 其军再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好吃好喝的豆浆制品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感谢好朋友收听这一集的采访 希望能够让好朋友更认识原风味的好食品 同时也更支持我们年轻世代 投入食品产业的创新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